我以前也是一個不太敢的床的人 因為在安全地帶很舒服 但你不走過一步的話 我現在不會有自己沙滑的事業 我是阿雪 我是一個沙滑師 我做沙滑師之前是一個護士 我做護士大概做了十年 為什麼我變成沙滑師 是因為我不想每天都要上班 每天起床 早上起床對我來說很辛苦 接觸沙滑要說回 在我幾年前去一個很長的旅行 在那個旅行的時候接觸了一個藝術 藝術跟沙滑很相似 但藝術比較難發展 發展的意思是找不到資源去發展 所以找了沙滑去代替它 誰知畫著就覺得沙滑原來有它吸引的地方 最開始的喜歡是摸上手 覺得它的變化很有趣 我可以隨時轉做第二個畫也可以 又不用像柔畫一樣 一邊畫 我錯了就要等它乾 用顏色填上去 沙滑很有趣的是 一抹它就可以變成另一個東西 還有很多創意在裡面你可以做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做沙滑的時候 就是一撥你覺得那件事是甚麼 你將那件事變出來 我爸爸當時是很反對我畫沙滑的 他不是很反對我發展沙滑的藝術 而是很反對我為何有這麼穩定的工作 不做 即是一個女生這樣 很穩定就好 我嫁了一個人就開心 她開心 那你為何搞這麼多東西呢 我現在主要是很大的工作都是畫片 那畫片去做甚麼呢 主要是幫人去記錄一些回憶的東西 譬如是婚禮 婚禮一些新人的回憶 有些機構的 可能一些長者的以前的人生記錄的回憶 在我片裏面多了一些成份就是 就是幫他們可能叫做 將一些從來都不懂得說出口 而其實很重要的東西 幫他們在裡面去抒發出來 我覺得很大使命感 是原來我們手可以幫人寫下 他們以前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從來是電腦白癡 在接觸沙滑之後 是自己去研究電視影片 怎樣去做Effect 怎樣做Animation在片裏面 這樣令到結構完整一點 讓別人感受到那種 他們自己回憶的感覺多些 那些又很不滿意的工作 又很想穩定的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走出那一步 我知道你們很多夢想就是那一步